大家好 我们的旅行指南系列视频只能因为疫情的原因暂时停更了 那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就让我在家里和大家聊聊养猫那点事吧 说到养猫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猫奴了 第一只猫是一只田园流浪猫 我是从06年开始收养它的 我收养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就把它养到了这个样子 大家看我其实还算是挺会养猫的吧 第一期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就聊聊我为什么在半年前养了一只薄猫吧 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叩问自己 为什么会养猫呢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问题特简单啊 养猫不就是为了撸吗 那我养薄猫的原因其实也就是 薄猫实在是太好撸了 首先它有特别绵软的身躯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屏幕前的你们看到这一点 嗯 这样吧 我把它拖起来 因为看到它真的就像一摊烂米一样 紧紧的贴在我的手上 如果我把手拿开的话 它的头就会坠下来 就这样 这完全就是贴附在我的臂弯里的那种感觉一样 大家想象一下这种感觉 超级超级好 除了这种绵软的手感之外呢 就是这个特别特别柔顺的毛发 尤其是脖子这块毛 我是特别喜欢的 经常这样录 它也比较喜欢 有的时候我还会把我的脸贴在这里 哇那种感觉超级妙啊 嗯 好 这就是 可以说 我撸过的最佳最佳的毛 就是薄猫了 说到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即使它手感再好的话 补上你撸不也是枉然吗 就像我们家以前的那只天然猫一样 养了它十年多吧 嗯 记得在我手里的时间 单次的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二十秒的时候 总是竭尽所能的挣扎 然后逃离我的这个手臂 可能它觉得在我这不安全吧 而保证自己安全的 就是自己的那个尖牙和自己的力爪了 而我家的BB猫呢 大家都看到了 在我手里好像睡着了 如果我不觉得累的话 它就在这睡下去了 二十秒不止 二十分钟也不止 可能会睡两个小时 首先受不了的是我 薄猫对人类是太信任了 知道我不会伤害的 当然 它最大的武器可能不是它的尖牙和力爪 是它高昂的身价 谁舍得把这么贵的一只猫 摔到地上了 所以只能这样拖着 好累啊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期 大家对养猫的什么问题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发弹幕 下一期我会跟大家聊一聊 我是怎么跟这只薄猫结婉的 好 再见了 BB猫 跟大家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一键三连 点这里 点这里 嗯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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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里